刀猜猜我是谁诈骗老梗受骗上当的民众层出不穷 新北市永和警方为杜绝诈骗 在辖区内提领赃款热点埋伏 调查 寻现破获提款的车手集团 该集团共有9名成员 并以昵称J的25岁红姓男子为首 目前该集团已成功提领新台币40万元 全案一诈期最寒纵侦办 警方调查 该诈骗集团从去年6月份开始 拨打不特定电话 以亲切话语企图装熟 蒙骗 取得被害者信任 在阳称需要借钱或投资等名义 葬被害人前往汇款 在立即通知昵称J的红南 而红南接获上游命令后 通知其他成员前往点永和区保顺路 环西一 两段超商提领诈骗赃款 永和警方从去年9月至今年2月 陆续带货该集团成员 其中最小仅18岁 平均年龄22岁 去后 昨日警方依诈骑罪 将红南等9名成员 韩颂侦办 永和侦查队长林振锐呼吁 家长们要多注意孩子交友情形 切勿误入 企图担任诈骑集团车手 永和分局分局长 谢宗鸿表示 若接获到亲朋好友传讯席 要求借钱或帮忙汇款 一定要提高警觉 并再透过其他管道向本人查证 别可与亲友建立防诈专属约定 密语确认身份 永和分局致力全面打击提款车手 让诈骑集团无法提款 更溯源追查上游主嫌 查计金流防止遭诈骗 赃款流向境外 并与金融机构实施联防 拦阻遭诈骗款项 成功守住民众身家财产 突发中心陆运生 新北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 也看了 世间最痛BMW追撞起火 驾驶活活烧死 七目睹哭喉怎么办 北车男子攻击战务人员 遭众人合力压制国道救援 车停路间被撞成废铁女驾驶 失魂定格紧抓方向盘 被扛出红南成功提领款项后离去 翻射画面 红南搭乘集团其他成员 机车至别处提款机领款 翻射画面 抢当好评友 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 不注册会后悔 快点我注册 https 双斜杠 tw.adai.ly 斜杠 ml924upcsu 关键字永和诈骗 车手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有话要说 投稿及时论坛